也许相爱很难,就难得其实双方各有个寄望怎么办,每一方这句歌词完美诠释出那两个人相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,人海茫茫,想要从千万人之中找到自己的另一半,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生活中,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尽相同的,有的人内心敏感多疑,不敢将自己的真心交托给别人,所以和他们往往只能成为朋友。 很难成为亲密无间的爱人,但也有一类人却永远保持着赤子之心,耐心善良,相信别人也是善良的,所以很容易信任他人。 接下来,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相处容易,相爱男的四大生肖,有你吗?生肖龙,生肖龙的人,性格洒脱,很好相处,要想和他们成为朋友很容易,只要有共同的爱好。 就可以玩到一起,举个例子,如果有人和他们一起玩,蜀龙的人觉得对方很有趣,相处得很轻松,就愿意和对方成为朋友,下一次还会想和对方一起聚会。 但是生肖龙的性格就像一阵风一样,总是变化无穷,来去匆匆。 没人知道下一刻他们会出现在哪里,他们是随心主义者,想到什么就做什么,通常不会管其他人怎么想。 自己高兴才是最重要的,所以想要和生肖龙的相爱,那真的极难的一件事,他们本身不愿意被束缚,所以并怎么想找个人来管自己。 如果对方管得太宽会觉得很烦,会渐渐厌烦对方,不想再继续交往了。 生肖猴,如果只作为朋友,那么生肖猴的人一定最仗义的人。 他们本身性格好爽,不拘小节,就像西游记中的美猴王一样。 该吃吃,该喝喝,管他那么多,今朝有酒今朝醉,开心最重要,和属猴的人相处很容易,他们对于朋友没那么多要求,只要合得来就能成为朋友。 但要是和他们谈情了就不容易了,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人,虽然好相处,但不想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状态,所以他们对于爱情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。 那对他们来说,未知数大多,不能掌握,无法让自己的生活保持安稳,所以不太想去掌视。 因此想要让生肖猴的人跨出恋爱的那一步就很艰难了,更何况还是真正相爱? 生肖鼠,生肖鼠的人本身性格谨慎,如果做朋友的话,他们虽然心里会留心眼,但表面上还是会和其他人出好关系的。 他们不会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,只是自己太过悬眼,反而会觉得有负担。 所以想要和生肖鼠的人成为普通朋友还是很容易的,因为他们也希望拓展自己的朋友圈,预示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助力。 但想要和生肖鼠交心,和他们真心相爱,那真的特别困难。 那么内心不会信任人,只相信自己,觉得其他人都没有自己可靠。 所以不会主动付出自己的真心,如果让自己的情绪被其他人掌握,那会让他们很没有安全感。 生肖猪,生肖猪的人会包容朋友的缺点,所以只是和他们做朋友的话,会觉得特别好相处。 很少会产生矛盾,因为属猪的人本身也不太喜欢和人争吵,所以即使有分歧他们,也是尽可能先平气和的和对方商讨,共同解决问题。 而且朋友不会一天,24小时一直和自己在一起,总有分开各自休息的时间,属猪的人觉得个人的时间特别重要,不愿意身边有人可以随时随地打扰自己,所以他们不太会有想要恋爱的想法。 只要一想到恋爱后的各种麻烦事就会立刻放弃,因此想和生肖猪的人相爱一定是很难的事。 入,以上图片之来自于网络,本文提到的生肖为十二地支的抽象表达,可结合个人把子来具体分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